第三集 林宇也好奇地跟着往外看去 只见门口不知何时来了一辆红色的宝马X5 车门一开 卖出来一截儿白皙修长的美腿 随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高条 身穿白色波西米亚长裙的女人 长裙美女剥了一下乌黑的长发 摘下墨镜 白皙的皮肤和精致的容颜简直惊为天人 黄毛和她的手下们都看呆了 林宇也不禁被吸引住了 这个女人相貌和气质应该都属于极品了 长裙美女抬着眼睛看着包子铺 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接着快步走了进来 美女 买包子 要什么馅儿的 林宇不由地脱口而出 以前老帮母亲卖包子 见人就是这么一千 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了 你叫我什么 长裙美女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语气不悦 美女啊 林宇觉得自己的称呼没什么问题啊 不禁有些疑惑 头一次喊美女 还有不愿意听的 长裙美女 大量了她一眼 冷声说道 行啊 何家荣 婚迷两个月 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 整个包子店里一片的沉寂 所有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向林宇 黄毛内心里面暗自佩服 真是牛人啊 这么漂亮的老婆 说不认就不认了 林宇体先有些惊讶 随后就有些纳闷了 这个叫何家荣的年轻人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咋就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呢 他再看看外面的宝马插舞 林宇立马猜到了什么 哦 感情这个何家荣是个富二代啊 这回好办了 还十几二十万的贷款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老婆 你看我这不是 我这不是刚醒过来 我跟你开玩笑呢嘛 林宇善善地笑 第一次叫人家老婆 还真有些不适应 接着他说道 我呢 我欠这帮人一点小钱 你把我银行卡给我 我取点钱还给人家 银行卡 你银行卡里有一毛钱吗 啊 那 那我的积蓄都放哪啊 你帮我保管的吗 那你帮我取一点 还给人家吧 林宇内心有些纳闷 心想 这什么富二代啊 看来还是个气管炎 积蓄 长裙美女冷笑一声 有些气愤地说道 哼 你什么时候有过积蓄了 哼 这二十多年来 你吃我们家 喝我们家的 什么时候挣过一分钱 包子店里面 更加的安静了 众人看向林宇的眼神 就更加怪异了 黄毛内心更是佩服 偶像 这绝对是偶像 娶了这么好看的老婆不说 还吃软饭 林宇的脸上 说不出的尴尬 这下他明白了 什么富二代啊 感情这男的是个 倒插门软饭男 小伙子 谢谢你的好意 这钱不用你帮我还 我自己能处理 林宇的母亲 急着帮他解围 阿爷 我是林宇的好兄弟 这钱我肯定会帮他还的 您给我些时间 好 林宇硬着头皮说着 吃人家的嘴短啊 既然这个何家荣是吃晚饭的 那我也不好意思张口问 长群美女要钱呢 只好想其他的办法 帮母亲还钱了 随后 林宇打了个欠条 按上了手印 交给了黄毛 黄毛见林宇的老婆 开那么好的车 也不担心他还不上钱 便带着一众手下离开 临走前 还不忘贪婪地 在长群美女白皙的小腿上 扫上几眼 哼 这笔钱我可不会帮你还 长群美女冷声说道 她不知道这个窝囊费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讲义气了 一醒过来 就跑来替自己的狐朋狗友还钱 你放心 我自己能还 林宇略微地有些不爽 这女的 确实长得挺好看 但是对自己丈夫的态度 也太差了吧 当着外人的面 毫不避讳地揭她的短 小伙子你这是何必呢 这些债我自己能还的 林宇的母亲 红肿的眼睛有些湿润 印象中 儿子好像从未跟自己提过 有什么这么好的朋友 这是我应该做的 阿姨 林宇 不在了 以后我就是您亲儿子 我 给您养老送中 林宇的眼眶 不禁有些湿润 母亲明明就在面前 但她却不能相认 白白让她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实属不孝 那 阿姨 我明天再来看你 趁眼泪还没下来 林宇丢下了一句话 便快步地往外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又争住了 哽咽地说道 阿姨 如果林宇全校有知的话 我想她肯定不希望您亲生 您啊 应该珍惜好生命 好好活下去 把她的那份也活下去 说完 林宇再没犹豫 走出了包子店 林宇的母亲心头一震 愣愣地看着林宇的背影发呆 长裙美女看着林宇的母亲没说话 转身跟出去了 上车之后 长裙美女有些不悦 你来当好人 我不反对 但你刚醒过来 起码得跟我说一声吧 你知道我为了找你 费了多大的力气吗 不好意思 下次不会了 林宇的语气有些冰冷 此刻她心里牵挂的全都是自己的母亲 见她神情冷漠 长裙美女接下来的话突然说不出来了 狠狠地看了林宇一眼 然后用力地挂上岛 驱车返回了脱氧中心 医生给林宇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显示一切正常 随后便给林宇办了出院手续 回去的路上 林宇看着长裙美女那精致的侧脸 感觉有些梦幻 忽然之间就多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实在有些难以适应啊 同时她的内心也有一些自责 这我霸占了人家的身体 又霸占了人家的老婆 这样做真的好吗 一想到晚上要和这个长裙美女同床共振 她就心跳得厉害 她很想跟着长裙美女 打听一下关于她和何家荣的信息 毕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又害怕被看出异常 最后还是没开口 其实林宇很想编一个失忆的借口 但是自己还没失忆呢 她都已经对自己这么差了 要是失忆了的话 那还指不定怎么虐待自己呢 这个时候长裙美女的电话响了 接起来嗡了几声便挂了 接着把车往路边一停 从钱包里面掏出一百块钱递给林宇 诊所那边有个急诊 我得赶回去 你自己打个车回家吧 我爸妈都在家 要不我跟你一起到诊所看看吧 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 林宇迟疑了一下说道 她自己连她爸妈长啥样 她都不知道 回去以后得多尴尬呀 帮忙 长裙美女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这话从一个饭桶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可笑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